一些私人医疗业者已经停止让公众预约接种科兴疫苗 并且正探讨引进其他不使用信使核弹核酸技术的疫苗 科兴疫苗在本地开始供注射一个星期之后 需求持续偏高 这家医疗中心已有2000人预约注射科兴疫苗 还不断接获询问 中心已经停止让公众上网预约 并专注为已经预约的人进行接种工作 这家邻里诊所则每天为70到80人接种疫苗 卫生部表示 目前没有计划允许更多业者 为民众注射我国已接收到的科兴疫苗